其实我说咱们团没有参演的 可能是因为外形上有一些问题的 可能上台会搅戏的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演员 谁啊 我们掌声有请 方清平 有请 好了 有请登方师把光都关了吧 人家自带着光来 来来来 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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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他们说这戏里可没你 是没我呀 要我上了就都看我一个人了 他们就白搭了 真有自信 那真得关灯 对对对 你怎么其实穿得跟老太太似的 一大罐 别人就破了呼喽个脚了 今天今天这个方清平来到咱们这了 给我们带了一段什么样的节目 我就是专门为了他们不带我演 其实不是说这 我不想上你知道吗 是他们不带我演 因为我在我们团里演出吧 相同的一段子 有时候说五分钟 有时候说二十分钟 台词不是特别固定 他们到时候说你一个人这么演还行 到时候大伙的话剧 你没准词 别人怎么办呢 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呢 是重要场合台词肯定是固定的 这次我要演一个 就是专门为了他们不带我 排这个话剧 我有感而发 创作的这么一个段子 叫什么名字呀 这个段子的名字叫 光头流浪记 光头流浪记 三口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段子效果特别好 就沿着这个路走下去 如果这个不行 再换个段子是 亮灯啊灭灯啊 那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主要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们去平安 从这掌声啊大伙就听出来了 比他们那一帮人都热烈 是不是啊 我就不爱跟他们一块演 你像我这单口相上一个人 回头我排一个一个人的花剧 雨打沙缠万箭坑 是不是 我带他们对面租一剧院演 他们卖一千张票 我卖一百张票 我比他们挣得多 他们得那么些人分呢 我用不着啊 他们呀 不用我呀 是一种损失 我现在算半拉名人了 对吧 大半拉 大半拉 我媳妇啊 在这个大街上 做过市场调研 调研我在观众当中 口碑怎么样 拦住一个人一问 嘿 您觉得这方清平怎么样啊 这人一听 方清平啊 吸水性不错 能送我两包吗 拿我当卫生纸了 我媳妇赶紧解释 方清平是相声演员 是吗 我查查 又没带手机 见您手机试试 又这信号不好 我上那边查去 就走了 就是天黑也没回来啊 我媳妇之后悔 早知道她去这么长时间 应该把充电器也给她 你说 与这么一媳妇 我能活得了吗 缺心眼啊 我说她她还不承认 不过我确实 现在也算明星了 算吧 真的 出去那个明星 那些个摆那谱我都有 不像他们 一把人出来跟打狼似的 我自己一个人出来 后的好几个助理跟着我 有一助理拿着一摞 那个小广告 印着我的头像 看见电影杆子 那个厕所墙上就贴一张 这是负责宣传的 有一次啊 为了给我增加点女粉丝 上女厕所贴去了 让大妈给抓一满脸花 还有一个助理呢 穿得挺破 这手煮一棍 这手拿一盆 里头有点零钱 整天愁眉苦脸 这是给我融资的 这都是我从街上收编的 工作就兢兢业业 就一毛病 看见城管就跑 我还收编了一个大舌头 管账 上头一来查账啊 就让大舌头跟他聊 一上午啊 他也听不出说什么来 对方就给气走了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勤俭节约 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德 这方面我做的不错 这一年 我节省多少洗发水 还有一洗发水厂 让我给做广告 我说你们拿我开心可不成 他们说真的 让您那先是光头拍一组镜头 然后呢戴一个头套 然后拍一个甩头发的慢动作 然后您对着镜头说两句 我自从用了这个品牌的洗发水 我的头发哐就长出来了 我当时很气愤 你们想让我骗人 必须得多给我点钱 我跟他们要五百万 他们说去六个零 给我五块钱 有这么划价的吗 我说你这也太少了 这不拿我开心吗 他们说您知足吧 我们这一生产线呢 才十块钱 一帮骗子 我平常从来不知道洗发水是洗哪的 我连剃须刀都不用 我这头发要有头发茬了 让我媳妇啊拿那个大胶布 给护上 咔一撕 没头发了 我跟我媳妇说过 我说我好歹也是名人哪 我媳妇说了 你以后要再喝酒 我就天天拿胶布沾你 后来她发现了 把我这个头啊 沾得都跟保定铁球似的了 挂不住胶布了 又想办法呀 拿手扇我这脑袋 天长日久啊 我这铁头弓练出来了 她铁刹掌也练出来了 这一扇呢 这金心乱蹦 我不疼 她还挺累 又想办法吧 在那个墙上啊 画一只手 让我拿脑袋撞墙 说就等于是扇我了 我一出门啊 楼底下就问了 说你们家怎么老装修啊 整天撞撞的我是 晕头专相 我跟我媳妇商量 能不能说你在墙上画一只脚 我拿屁股找墙啊 就当你踢我了 我媳妇还不同意 我说到这儿 我发现大伙满脸狐疑 你肯定心里你在琢磨 方清平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是不是 我拿杨磊老师的名誉担保 纯属虚构 因为什么呢 真事都说完了 只能瞎编了 以上故事当中的方清平啊 紧代表方清平扮演的方清平 与方清平本人无关 谢谢理解 不过 我爱喝酒啊 这倒是真的 我一喝多了就上那个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去 没少给我们那里交通队创收啊 因为什么呢 我指挥交通啊 是绿灯我不让他走 红灯我放行 你别看我喝多了 我手势还特专业 那司机听我的就挨个闯红灯 如果一人扣六分罚二百 我喝多了我还指挥人倒车 上停车场啊 我说 倒 倒倒倒倒倒倒倒 好 司机下来跟我急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还不快跑啊 一会儿人家车主来赔钱 哦对对对 这一百块钱给你保密费啊 他跑了 我等着车主 车主来了 我说您车上人撞了 车号我记着是多少多少 您赶紧报警 车主说 哎呦谢谢您 真是好人 这一百块钱你买烟囱 我挣了二百 我喝酒还有一毛病喝多了 失忆 今年五一嘛 我喝完酒穿着睡衣啊 我就就走了 等我再恢复知觉的时候啊 我发现我在一个山村 有一老爷爷 须发洁白啊 在墙角那晒太阳 我说老爷爷 这离北京城区多远呢 老头一听 北京城区 不知道啊 我们买东西都上缅甸 我都到国境边上了 我也没钱 我穿着睡衣怎么来的呀 我说老爷爷这哪啊 老爷爷说这是女儿国 我让那老头给骗了 我听说现在呀 有这么一种人群 喜欢隐居 饿了就吃水果 馋了吃也吐 我也隐居吧 我也上那山里去了 找了一山洞我就住去了 住了一个多月呀 没找着吃的 我找那先来隐居的人 我就问了 我说怎么没有水果吃啊 他说隐居的人太多 早就摘完了 也没有野兔啊 连兔崽子都吃了 那你们吃什么呢 我们呀 叫外卖 好 潘老师底好突然 我们都没反应过来 对 这个 不要动 不要动 对对对对 没事你们刚才的状态就 对对对 我觉得听这个方积平老师的相声啊 特别是他们团演出 猴灵灵 你压力会很大 就是你不知道他哪是底 因为我们团的所有的 这个演出大型活动 我主持啊 只要别人一上去 我特放心 十几分钟 方积平老师只要一上去 我得在后台死盯着 因为他冷不定 就一鞠躬就下来了 我就故意迷惑他 固然之间好像这灯都灭了 你们这手底的灯好 我刚开始亮呢 我是怕他不好说 我一看他说完了就关了呗 他们是嫉妒我 我是这样 我们哥俩发小 而且我这个好多作品 都是方老师给我写的 我在余情余礼上 都得给方老师亮灯 我就想告诉方老师 这灯是好的 就达到目的了 就是了 行 那我们来统计一下 我在余情余礼上 都得给方老师亮灯 我就想告诉方老师 这灯是好的 就达到目的了 就是了 行 那我们来统计一下 拜您的几位 同事所赐 您的得灯率是最低的 是我们效力相应 是最低的 135盏灯 一共多少盏呢 我看不都亮了吧 再次请我们几位老师 有请 有请 这个刚刚啊 方清平这段说完之后啊 咱们团里的朋友们 都没有亮灯啊 我忽然觉得 你不是团里人员最刺的 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我们离得太远了 这大家是商量好了 跟他关系好 有个小小的恶作剧吗 应该不是 应该就是关系不好 我还替你圆着呢 不用圆了 这该怎么着怎么着 这广播艺术团的真实面貌 就得呈现 其实啊 我觉得啊 我们的各位老师们啊 这不光是我们 精心打造这么一部剧 其实呢 它是拓展了 我们相声的表现形式啊 我想呢 不光是我们这一部剧 会得到大家的欢迎 由这部剧所产生 我们相声剧 这样一个形式 可能也会越走越远 被我们的各位老师们 发扬光大 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李正儿 今天听了你们这么多的 广播团的同仁 讲他们这部相声剧 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 我没有参与进去 应该也算是 我们双方的损失 看你们同仁的话语 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是啊 回去快点总结一下 但其实啊 不光今天是要和大家 来聊这部剧 到底演的是什么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相声艺术 不断拓展自己的表现方式 无论是传统的相声表演 还是我们的相声剧 还是我们笑李相声 这样一档原创类的相声节目 都是为推广和传承我们的相声 尤其是咱们笑李相声这档节目 没错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相声 关注我们的相声剧 更要关注我们的笑李相声 好 这里是用相声 自信相声 用相声挑战相声 用相声爱相声的原创相声节目 笑李相声 无论您爱笑或者不爱笑 今夜相声就在这里 邱英俊 李丁 下期再见